台風天外頭刮風下雨 但店內卻是高棚滿座 形成了強烈對比 肉肉羊肉想吃什麼肉 通通夾進碗裡 洋蔥蔥段還有九層塔 一定不能少 最後蒜末辣椒麻油 全都加進來 放到蘑菇鐵盤上快炒 師傅用長達70公分長塊 翻炒約40秒後上桌 老饕們就愛這一味 我們特別來房長 來回味過去的好味道 有十幾年了 我們經常來吃 我們都是老主顧了 然後等這一餐 已經等了兩三年了 這裡的老闆的酸菜白鵝鍋 用得很道地 會在宋章路上的 這間蒙古烤肉餐廳 2021年因為大火歇業後 如今浴火重生 就算台風天也堅持要開幕 我爸爸很喜歡這個地方 每次從美國回來 他都會想要來這裡吃 八九歲的時候 對差不多八九年 我就來了每次 三年前的到現在成本 大概增加到兩成到三成 成本稍微提高了一點 我就犧牲我自己來吸收 熟練的煮咖啡 星巴克同樣沒錯過 場傳颱風財 還有KTV 摩鐵 麥當勞 就連樂陶航空 也沒錯過颱風架商機 趁著放假開賣 冬季航班票價儲銷 就算台風天餐飲娛樂業不打烊 搶颱風財 經濟效益驚人 三宣城市首樓副詞台北報導 mé米 加麟 加拙 阻